嗨各位小財神我是寶可夢 今天大家過得都還好嗎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我們中信買位數位帳戶的介紹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們還是要就是來閒聊一下下 非常的感謝就是因為眾口味就是頻道他有邀請寶可夢去講一些就是信用卡的下半年的趨勢 所以有不少就是我們的這個表姐表弟 表弟妹的這個粉絲呢就是已經加入我們的頻道就是開始來看寶可夢的影片 所以我覺得非常的開心也恭喜你們就是非常歡迎你們來就是追蹤我的頻道 那我在這邊簡單解釋一下我的頻道跟其他頻道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一般的這些YouTuber他們都會用精緻的方式然後去做剪接啊後製什麼的 但是我這邊的話我基本上都是一鏡到底 所以我就沒有提供一些額外的這個音樂啊什麼的也不提供剪接啦 所以我們等於是說短短的10分鐘來跟大家介紹一個理財的概念這樣子 好用這種方式來跟大家做介紹 然後我會佐以就是漂亮的這個簡報 所以這個部分是我跟其他的YouTuber做的這個影片製作的方式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除非是有比較大的案子或者是要精心製作的我才會進入後製的階段 然後把整個影片做的很漂亮 就比如說置頂的這個悠悠富的影片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就是提供那個這樣子的方向給大家參考 那接下來就進入我們的主題 我們的主題就是今天要聊聊中信買位數位帳戶有什麼好康 那其實很多人都其實不太知道 因為這個帳戶其實說真的它推出了大概去年就推出來 然後今年3、4月的時候有做了第一波的活動 那除此之外的話其實大家好像看一看市場上就沒有引起多大的聯誼 那現在的話它有搭配這個振興優惠 有一些有趣的活動最高可以給到500元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反而倒是覺得說 之前一直在觀望的朋友可以搭配這一次的優惠上車了 它的優惠我個人覺得是蠻值得一講的 所以我們看法幫也有針對這次的活動準備一些活動 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這樣子 好來今天的影片重點有三個 第一個就是跟大家介紹買位數位帳戶 第二個的話就是看法幫的特案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三的話就是我們下半年有沒有這個推薦不錯的這個數位帳戶 我發現很多人都會對就是有選擇困難這個症候群 就是選擇太多不知道要選哪一個 所以這次我就簡單挑選三個讓大家來做選擇 那你要只要從這三個裡面選出其中一個來使用就好了 我覺得這樣對大家來說可能比較簡單 好來進入我們的第一個重點 中信買位數位帳戶的介紹 那中信買位數位帳戶的話呢 其實中國信諾它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它的優勢其實就是說它跟7-7合作 所以7-7的很多地方它通通都是有這個中信的機台 所以因此呢你其實只要有中信的戶頭 你在這個小7提錢存錢都非常的方便 所以就是它的一個很大的優勢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下就是 它的官網其實做的也是蠻可愛的 它有一隻這個貓頭鷹叫小C是不是 我有點忘記它的名字 好反正很可愛然後呢 它的優惠是這樣子的 我們再看一下 它這邊寫的最新活動是 買位最高輕戶500 救戶200 好那再來的話呢它有三個主要的優惠 第一個是好理買位 好理買位它寫的是我看一下 這個開力買位數位帳戶到 它會送你2500元的相 折應該算是這個就是 我看這寫什麼 它寫購物金 好所以它其實不是2500元全部都可以用掉 而是比如說你去商城或者是網路商店 進行買東西啊 然後它有個折扣的部分 這部分的話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來使用 好並不見得全部都要用掉 所以我覺得它也沒有那麼高的實用性 但是就是比如說它上面有這個 比如說711線上購物中心的這個折扣卷 那你也許就可以買777折50之類的 這都是看自己的使用上的需求 那第二的話呢就是綁定本行這個這個自動扣角 信用卡的自動扣角它就在多收50元 好這部分的話當然就是說 如果你之前都還沒有申請過買位 然後現在有申請買位 就不妨把你的重信卡從這個帳戶做扣角 那就可以多賺50元 好這是一定要賺的 那第二個的話是回饋買位 好它寫到說 刷卡消費這個賺 它這個卡片的話 其實我這邊有一張可以提供大家參考 這個其實我也是我之前就辦下來的 那這張卡片它的優惠是 國內 國內寫到這邊寫到海外2.5 然後國內1%這個刷卡進回饋 今天你會發現喔 其實很多的簽帳卡 它的本身的卡片回饋都沒有非常的好 現在一般而言的話 大概都只給紅利點數 30元1點 那這樣換上回來 大概現金回饋是0.3%左右 都還蠻低的 那這張卡片它的優勢 就是說 國內有一%海外有2.5% 所以你把它拿來 就是做消費 或者是說你現在還沒出社會的朋友 你反而很適合使用這個 因為它的回饋率其實還不錯 就是沒有離這個 一般的信用卡的回饋差非常多 因為國內1%是基本盤 那海外還有2.5% 都可以把你的交易手續費1.5% 給cover過去 你還倒賺1% 所以如果有我們的表弟妹 就是從中國會這邊過來的粉絲朋友 也許你們就可以考慮申辦這個 因為很多就是年紀比較輕的 可能還沒有出社會 還沒有辦信用卡的 那也許買位數位賬戶的這個簽帳卡 是蠻適合你的 那再來的話呢 它有個理財買位 它就是有一些 基金交易零手續費的部分 這些東西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去觀察一下說 這些又會是不是適合你自己的 如果適合的話就可以去申請 然後它上一檔活動的亮點 就是說它有好幾個不同的口味的這個卡片 所以你會覺得很有趣就是 這個卡片居然會有味道 所以非常的特別 那簡單在這邊介紹一下 因為像我的卡片這邊也是 這卡片其實我選的是這個交友卡 所以它這個卡片它其實會有那個香蕉的味道 它中間有一個這個 應該是說有一個塗層 然後它是把那個味道放在裡面 所以你只要做摩擦 然後你來聞 然後它就真的會有那個香蕉的味道出來 但是它沒有辦法持續很久啦 所以大概就是一陣子之後 然後它這個這個香味擴散完就沒了 所以這個也算是一種某種程度的 這叫什麼噱頭 但我覺得是蠻有趣的 所以就提供給大家參考 這是中信他們自己想出來的一個有趣的這種卡片方式 然後它有四種 一個是香蕉 然後一個是大野卡就是椰子口味的 然後還有富龜卡 這個就是有玫瑰口味的 然後還有巧克力口味的 對 所以基本上的話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自己不喜歡這個 有味道的金融卡的話 你還可以選這個LinePay LinePay千賬卡 對 那LinePay千賬卡 它這邊最高15%回饋的意思是說 它有在某些特定的通路有給到最高15% 比如說你週末在屈城市刷卡 有給一些不同的這個回饋的部分 這個部分你就是可以點這個詳情 然後就可以來看一下這個最新的中信的活動 它這邊都有寫到 所以你有興趣的話你就是 再去研究一下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呢 它這邊有講到說 掃買位的千賬卡 然後它就可以體驗最新的AR神秘驚喜 你有興趣的話你也可以就是自己來掃掃看 你就會發現有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這是現在銀行科技它一直在往一些比較創新的方向去走 也是蠻有趣的 提供給大家參考 所以這個中信買位數位帳戶的部分 其實我個人覺得它最大的優勢就是說 你可以在Seven做存款跟提款 等於是說你家樓下到處都是你的存款機 很方便 那我覺得台灣應該也不少人都是有這個中信的帳戶的 因為你在超商存提款很方便 所以很多人就會有 像我家的話 我爸也辦了 我就把它 之前就是我叫我爸辦了一張卡片 然後辦了一個戶頭 他還存錢用的 那他那時候選擇了 那時候還沒有這個買位數位帳戶的卡面出來 所以他選的是兔兔卡 就是一個粉紅色的卡面 就是還蠻可愛的 但是我不懂為什麼我爸要選這個 反正 這個就是 分享給大家 然後你有興趣的話 你就是可以跟團申請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說 本團的上車好康是哪些 那其實寶可夢已經有寫文章來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這一次中信買位呢 他有針對這個振興優惠的部分 有提出這個加碼的好康 比如說你振興三倍券 你是綁定中信卡的部分 那麼你開戶的話 你是新戶 他就多送你500 你是救護就拿200 他們用這一招非常的厲害 就是把大家都圈在他們自己的 這個買位的活動裡面 那來看一下 這個 這是我寫的文章 今天就是7月25號發表的 那這邊的話呢 有簡單的寫了一下 就是說 我個人認為他的優勢是什麼 那剛剛其實稍早已經有解釋過了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如果你自己本身 真的確定要上車的話 你可以拿到什麼好康 這邊提供給大家參考 就是如果你是買位數位帳戶的新戶 就是從來沒有申辦過的 首次申辦的你可以拿500 那之前已經有買位數位帳戶的朋友 現在是救護了就已經有了 那麼你綁定正新優惠 還是有200可以拿 所以我覺得這部分算是蠻佛心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中信卡的部分 如果你自己本身已經有中國信託信用卡 那麼你可以去申辦一些卡片 他是本身就是首次辦該張卡片的 那他還可以拿到200啊 100啊之類的 像這個100的意思是指說 你如果沒有申辦過這個中信代配卡 但是你現在首次在這個活動裡面申辦的話 你刷888他一樣送你100.9 points點數 是這個意思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是中信的新戶的話 中信卡的新戶 那麼你可以申辦中油卡 中油卡最高給你600 所以是用這個意思去做搭配組合 就會發現其實最高的話就是 你都沒有中信的任何商品 那你就可以拿到500加600就是1100 那如果你自己本身是比如說你是買位救護了 但是你是中信卡的新戶 那你加起來就800 然後用這種方式做搭配組合 所以我這邊也有舉例說 你如果要拿到最高3100 你應該要怎麼解任務呢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應該要先開戶 這個以買位數位帳戶來綁定中信的方便戶 然後再來第二步的話才是持有中信卡 那因為如果你買位數位帳戶 你這個你如果是用信用卡來做驗證的部分 你才剛申請中信卡 你會有6個月的必所起 你就不能夠參加這個活動 所以我會建議你 你應該要先申請買位數位帳戶 已經拿到戶頭之後呢 再來申請中信卡 然後再來做這個振興三倍券的登錄 這樣子程序才是對的 不然如果你先申請信用卡的話 那你後面就會卡住了 你就沒有辦法拿到這個活動 因為這活動就會到12月底 然後就結束這樣子 好提供給大家參考 所以這邊有寫到紅字請特別注意 若您就是為持有這個中信買位數位帳戶的話 請先完成買位數位帳戶的線上開戶 再來完成信用卡的申請跟綁定 這是很重要的 那這邊有做三個排列組合 31100、2600跟2300 這部分的這個數字提供給大家參考 所以你要綁定這個中信買位數位帳戶 應該說你要申請中信買位數位帳戶的話 這邊有連結你可以看 這是我的這個部落格的這個介紹 那你也可以在下面的資訊欄 點擊看更完整的文章 那申請完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振興的登錄平台 也別忘了要把你的中信卡登錄上去喔 好不好 那接下來的話就是我們本團好康 本團推出了四大好康 這四大好康的話就是看大家的這個 糾團的力量來決定 要就是解鎖怎樣的任務 這就是邀請大家一起來嘛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 你只要有首次開立買位數位帳戶的朋友 之前已經有開過就沒有辦法參加了 好 本團首次從7月25號開始跟團上車的朋友 我們再多送你一杯咖啡 那這部分的話就是7月25號到8月31號 總共有6週的時間歡迎大家來上車 好 那最晚的回報時間就是 結束之後的兩個禮拜內要結 要來回報 就是9月15號之前 我們都會抓兩週的時間讓大家來回報 那再來的話就是 有來回報 而且上車滿50個人的話 我們就會從這50個人裡面抽一個人送1000塊錢 好 這部分也是我們 額外加碼給大家的 那如果 欸上車的人越多的話 欸我們來到100人 那我們就是 在加碼 抽出兩張喜提三卷的得主 就送一個人 好 佔他兩張這樣 他可以跟他的男女朋友一起去吃飯啊 好不錯 那如果本團有來到500人 哇那我們就大收幣了 再多送3000元出去 所以說就是 呃如果是買500人的話 我們就會抽出三個獎 第一個獎的話是 這個 加勒服1000 然後第二個獎就是 吸體三卷兩張 那第三個獎就是 3000元的收購禮卷 我們就會抽出三個 所以也歡迎大家就是 趕快 這個 老店結婚咖 然後這個 阿公結婚阿嬤 大家一起來做開戶好不好 好 那 只要有 達到一定的這個 人數門檻 我們就開啟這個獎品來給大家 好 這邊都有這所謂的 呃 指定辦卡連結 好那 你就可以直接上車了 好 那我們在這邊有再提供一個 所謂的中信卡的任務 上面講的是 這個數位帳戶的任務 那卡片的部分也一樣 就是 如果你有跟團 以新戶資格來申請 我們最新的中信 來配卡的部分的話呢 你可以參加我們的 28吋旅行箱的抽獎 這邊 活動詳情我們都已經寫好了 點下去也可以看到 好 這部分就是說 中信有針對MGM的部分 他有辦活動 我們也把這個獎品 就是不嘗試直接 就是分享給大家 但是前提就是 你要以新戶資格申請 好 那以新戶資格申請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就會把這個獎品 好 這個很可愛的旅行箱有沒有 在這裡 好我們就是會送給大家 好 這個就是提供大家參考 好 那 接下來我們再來回來 我們的 這個 看一下喔 走到哪了 我們的特案 剛剛已經講完了 好就是提供大家參考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 第三個主題 2020年下半年的 推薦 三大數位帳戶 是哪 三大數位帳戶是你 一定要申請的呢 我們趕快往下來看 好 咚咚 永豐大戶數位帳戶 是我推薦的第一名 為什麼呢 因為它下面有這個 這個 50萬元以內的1.1%高低火除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 每個月有16次的跨行提款轉賬次數 好 那另外一個亮點就是說 呃 中 這個永豐大戶的部分的話 它的卡面非常的漂亮 它是一個 呃 整體而言是非常有設計感的一個產品 所以我推薦給大家使用 那50萬以內1.1%其實 對大家來說應該算是綽綽有餘啊 那 如果你自己還沒有出社會的學生 或者是 呃 剛出社會的社會新鮮人 其實也很適合申辦來使用 那麼本團的特案目前跟 銀行談到的就是 七八月上次的話 我們會送200張大戶特色悠遊卡 特別的 好 非常的 有個性的悠遊卡 那有興趣可以上我的instagram 好 我上面都有這個 拍照分享好 有興趣看一下 那第二的話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中信買位數位賬戶啦 好 它最大的亮點就是說 你在小七可以做存提款 好 你要把錢存進去 然後要轉賬給親友 都非常的方便 因為這樣等於是零手續費啦 好 那新戶的話現在有特別活動就是 多給500 舊戶給200 這也都是很值得大家綁定正新券 然後來參加活動的 那我們的特案也是一樣 就是開戶的話 跟團一定有送一杯咖啡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 呃 禮券餐券 好 然後這個 該送的 通通都送給大家 好不好 這是我們這次準備的大概接近萬元的禮券 要來回饋給大家 第三的話呢 是 這個是台新 世衛幣帳戶 那 bouncing 帳戶 那 大 couple 设计的非常的棒 也是提供大家参考 那每个月有五次的跨题转 那现在目前没有MGM活动 所以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 这样子 这是宝可梦推荐的目前的 三个我觉得很不错的数位账户 那他们都有各自的APP 使用上也是个人觉得相对的方便 提供给大家参考这样子 如果你觉得喜欢的话 其实我们下面的资讯栏都有更多的资讯 你可以去点开来了解 然后有兴趣就申请 那我们每一次的影片 最后都会有个单元来聊一聊 就是说关于这个市场现况 宝可梦又有什么想法 那这次的金句呢 要跟大家聊的是 浪子回头金不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是原本这个成语的意思是讲说 有一个叫金不换的人 然后他就是非常有钱 就是咬着金汤匙出事的小朋友 然后他就是会义入音 基本上就是说挥霍 这个家里面的财产 所以没多久之后 他家家产就被挥霍待见 但他有一个就是很好的气 其实在旁边一直对他尊尊教诲 然后希望他能够改写归正 那最后的话呢 他真的就回头了 所以说他们家到又重新起来了 所以这是他的这个成语背后的故事 那我要在这边讲的是 我是勉力中信 怎么讲呢 因为中信他其实成为这个 台湾的金融市场的老大哥很长一段时间了 那最近的话就是慢慢被其他银行就是给超车了 比如说国泰世华 或者是台新也都是有很有潜力 或是玉山之类的 所以中信的话 因为他已经失去了这个老大哥的地位 那其实开始蛮紧张 然后开始愿意就是在他们的金融产品上面 就是推出更具有竞争力的这个所谓的优惠 比如说这个新户有给500 怎么可能天底下有这种好事哦 很少银行愿意这样子的好吗 那再来的话就是旧户也有200 这都是优于市场水准 我觉得很不错的回馈 那也是让我觉得眼睛为之一亮 所以我才愿意就是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所以中国信头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 那也希望他能够推出更好的优惠 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就是 去使用他们的产品这样子 所以这是这一次的分享的主题啦 那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支影片对你来说有帮助的话 也非常欢迎你就是赶快来订阅一下 然后小铃铛开起来 表弟表妹赶快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亲友 让他们一起来学习金融理财知识好吗 好 公开的按赞留言分享 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也欢迎大家一定要一起来做好不好 我是宝可梦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